大公司果然規矩很多 今天早上系統竟然變得正常了 例如之前的系統問題 明明那份工作和電腦沒有關係 不斷地解決這些電腦問題 有10個訊息箱 即是有很多錯誤 今天就已經開啟燈了 即是電腦系統可以成功 我今早已經成功了 我在等電郵 他就說當你參加了之後 他們就會發出連結給你 去參加一個 welcome meeting 一個小時 就告訴你你入職了 有什麼要注意 ABCD 都還沒上班 然後我的管理員會派一個簡表 給我上班 很多情緒 很多情緒很複雜 我在想我一個普通人 在想為什麼不可以跳過去 一跳跳去給我一個姦表 給我一個姦表 先花了第一天 然後再決定第二第三天 他們很複雜 第一次了解大公司的架構 和安排 既來之則安之 他決定是這樣就這樣 沒辦法 當然 以我這個常人的頭腦 未必明白他們做什麼 可能他們是想過 想過度過才做的 即是 才有一些這樣的系統 去過濾去做 應該幾十年前 這間公司應該沒有這些 不過就是新世代 有AI 有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說 我脫了折 這樣 和時代脫了折 坦白說我現在也是 我現在也是 即是你太久 沒有去接觸過社會 即是 原來公司是這樣的 已經是 那些架構是這樣的 我今早上又做了 衣量營 他有很多拍的衣量營 有公司的部分 跟著還有一些 關於Respect的部分 再細節一點 一些可能 歧視 Bullying 還有些什麼 很多 即是那些 你在公司遇到一些 騷擾 要怎樣處理 同事之間的對話 要怎樣處理 這部分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我以前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 那時候 就是離開大譜 真的離開大譜 我今天在看那個 他說 你們應該 比如 很流行的 比如 你公司有男有女 對吧 互相申請又如何呢 公司給不給呢 他說 首先就是 Depends 如果對方覺得你騷擾 你就要停 這個其實很合理 如果你不斷要求 他覺得他是騷擾的話 他可以投訴 就是這樣 令我想起 以前 我第一份工作是離開大譜 簡直是 不要說什麼 追求女生 首先 那個是 他們那個言語上面 就是 上司與下屬之間 那些言語 是 爆粗 很不尊重 今天看回街拉 就說 不要這樣做 希望做到 烏托邦 大家互相尊重 令我想起 第一份工作 真的很離譜 我當時做動畫 那時候 我的上司 我覺得很離譜 不過 都以成過去 還有那個年代 二十多年前 的香港 那時候 真是言論自由 什麼粗口都飛出來 也都是 你說香港人 我們 遇到粗口 遇到慣了 所以都不覺得 是什麼 很大的問題 當時 但原來來到英國 譬如 你 對待 同事 員工 理論上要尊敬一點 尊重一點 但他們 也有些新聞 爆出來 普遍的公司 都會遇到 這些 騷擾問題 所以他們 才會有個教學 教大家 教定大家 不要這樣做 去尊重大家 還有很多種族 好像我之前所說 有很多種族 很多言語 很多宗教 你不能夠 不要亂開玩笑 尤其是一些關於種族 宗教的事情 體型 身形 歲數 不要亂開玩笑 我們以前香港 很多人 我記得 第一份工作 由你外表開始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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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 有怪花名 古靈精怪 當然 他這個教程 就說 不要叫你們 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公司還公司 就算出去 都要小心說話 不要影響公司的形象 一個 烏托邦的教學 實質 會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坦白說 可以說一下這個情況 例如 如果你說 在公司的言語上 和外國人的言語上 我覺得 我們的華人 都很少和不同的種族有衝突 因為不明白 很簡單 如果他講一個 詞彙 可能有些簡單的 就明白 什麼 Chinky 就明白 深一點的 我已經不明白 他在說什麼 不明白 他在笑 我都不理會 他在笑 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人也很大 理論上 沒有這麼明顯 我上次做工廠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這些 有什麼 所以感覺上 也沒有什麼 很大的問題 我印象中 就是這些 歧視 問題 是自己的身體問題 做廠 做到自己的身體 出現了毛病 所以我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 如果你說我上班 我現在最擔心 就是 我的身體 可以平衡到工作 因為我已經做的工作 已經是一些 真的有些粗重的事情 開始 藍領 因為我在香港 藍白領之間 都做過一些事情 半藍半白 這裏是全藍的 全部都是下手下腳做的 很體力勞動的事情 那 我的身體能不能適應呢 會不會像上次 有病到九彩一樣 這樣就不用上班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平衡 這是最需要 今時今日要做的事情 所以 一定要全程戒辣 第一件事 這是成功的 因為 自從病了一段時間 之後 有些辣的東西 我沒有吃過 遲早都可能要放一些辣的東西 我買了很多 其實幾瓶的辣醬 現在全部都可能 將來要放一些辣 因為我都不吃了 現在 看到吃的東西都比較淡 這樣 會相對健康很多 事實上是真的 腸胃很多 都健康很多 就算我那陣子病 也可能會快些好 十多人 他就會自己好 我現在初步覺得 如果你說病 我覺得我是因為 太多亂氣 亂氣病來的 我有一點懷疑 即是逢親吸入一些亂氣 即是他可能那個環境 你看到又是夏天 又沒有什麼 去年又是八月左右 其實個人都沒有什麼 去到十一月 因為你那個暖氣吸得多 家裡吸得多這些暖氣 暖氣其實都不是那麼乾淨 那個暖氣系統 好像一些空調 你以前在香港那些冷氣系統 那你也要清洗隔閘網 那我們的暖氣都不知道怎麼清洗 但他每天都噴出來 那你變相吸進去便是病 我覺得是這樣而來的 即是 你看到現在夏天 他冒暖氣 其實空氣清新了 就又沒事了 即是慢慢在這裡住 那時候 又會找到原因 病原在哪裡 所以每年冬天 都可能是一個挑戰 即是我都還要適應 怎樣 我可以過渡 即是不病之也過渡 基本上我好像每個冬天都病 那時候都不太明白的原因 有些明白 有些不明白 但我現在初步懷疑真是暖氣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一次病 就是在 Ibis那間酒店 即是第一次來 即是 那時候是十二月 一月 已經在那個酒店裡病 其實又是困在酒店房裡 沒有生死空氣 然後暖氣太厲害了 有時候是 即是我在 Piccadilly那裡住 始終生活住 又是 暖氣也很厲害 然後又病了一段時間 然後 在這裡住 又是轉接都病過幾次 都是在 冬天的時間 有試過夏天的 但冬天會好像禁 我覺得都是和呼吸系統有關係的 但都沒有什麼 因為當作是小病 有機會和邊桃線有關 這些是題外話 最重要的是 上班就是和健康有些關係 人到這個年紀 你怎麼能夠做得長 穩定 一定是 在那份工作上 不要說成不成功感 至少就 希望 Half feeling的感覺 不會很強 當然 如果長期是Half feeling 那你也是很難定的 工時不要太長 這些都是因素 令到你可以 做得長不長的工作 所以這次 我第一個挑戰 一個星期 回二十多個小時 二十一、二十二個小時 這樣一個挑戰 希望 成功挑戰 這樣才 安然度過 希望今晚就收到E-mail 明天就 去那間聚會 即是Online Zoom 現在你想想 這個世代 你沒有手機 沒有電腦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生活 現在 上班都要做這些 搬IT的事情 因為很多東西都電腦化 他都要找一個人 認識這些 然後 我不知道是否 星期尾會上班 今天 二十號 明天二十一 我在很早之前 發了一個夢 夢的內容 就不告訴大家 但是有些事情 我很記得 我記得二十四個字 二十四個字 當然我還未見得到這份工作 之前發的一個夢 就是有一個環境 發夢的環境 然後有個二十四這個字 當時我就抄下了 但不太明白的意思 是什麼 但我覺得每一個字 如果你在夢裡面記到 都可能有些意思 我猜一下 今天跟自己做一個預測 是否二十四號開工 我突然在想 因為我自己很疑惑 因為我自己也很… 怎麼說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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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忐忑 雖然是大公司 但他們浮著浮著浮著 不肯定 很多東西都是 很害怕 好像之前的工 洗碗洗了一天 然後就沒有了 你會傷害的 這個也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的工作 洗碗已經很困難 然後跟你說 你做了一天 然後又是Hard Feeling 雙重Hard Feeling 你已經計劃好了 如果我有份工作 有些錢收入 我會今個暑假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計劃好了 怎知道 做了一天 你就 呼呼愛哉 沒有意思 所以有些期待 其實 但是這個夢很有趣 是之前的 我看看是否這個意思 我也不肯定 24日是否這個意思 是不是24日要開工呢 另外 關於靈性的事情 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我回了一份工之前 我記得是 我16日見宮 16日之前的 11日有個夢 就是 夢見星星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 我記得就是 看星星那天 走去看那個 什麼星星 就是 雜星 集地球的電影 之前那天 夢見很多星星 夢見星河 很多星星 當然 我可能預告 我明天 那時11日 好像12日看的 什麼 圓人集地球 星星 又是星星 天上的星星 和圓人 就是星星 跟一個 預帶相關 也可能是代表希望的 事實上 在16日 15日 就有個 interview 16日又有個 interview 立即有些希望 很多希望 而16日 是中了 17日 就已經接到 offer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的夢境 我覺得開始 很有趣 有幾天 會很清晰 很強 這陣子也是 有些夢都很強 很清晰 我都會抄低 有相對的共時性 或者有些東西中了 就告訴大家 究竟哪些東西 是 是余之夢來的 因為我已經發到 開始知道 有些夢一定是余之夢 但你不知道誰是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潛意識就是 他知道我 現在會 會擔心 會擔心 他預料了一個星期 告訴我 有些結果 有些事情 你需要知道 有些事情 你需要擔心 有些事情 你需要擔心 有些事情 需要放鬆 就是這樣 我記得一個醒醒夢 真的有希望 當然是一關還一關 有希望 未來是怎樣 不得而知 這個環境也是新的 算是半生半舊 有些事情 之前可能都做過 但未必很熟 半生半舊 但一定會有些厭惡的事情 就 當作是修煉 一種 人生的修煉 理論上 年輕的時候 都要接觸過 這些工作 現在人到中年才來接觸 做工廠 洗碗 這些 好像 去年輕時 當你什麼人都沒有 學歷什麼人都沒有 學歷什麼人都沒有 之下 賺的工就是這些工 人工是正常的 也不會代搏你的 當然不能飛黃騰達 所以在英國 現在要展開一個新的生活模式 你做事方面 很難想像到自己 將來會有什麼 career path 可能有 可能沒有 熬到就有 熬不到 通常都沒有 但是 你會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收入 你只是求財 可以令你生活得到 這就是 我幻想中的英國生活模式 慢慢形成 都是我自己的吸引力法則 開始慢慢組成 都是大家的吸引力法則 慢慢開始形成 現在不知道第四十幾集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第四十八集 不知道第五十集 是不是真的可以開工呢 真的要跟大家開箱笨 真的要 用大家的 像元氣彈一樣 集氣 集了五十集 終於 開得成功了 不知道第六十集 還是第七十集 才出糧 可能第一百集 差不多 第一百集就出糧 到時候當然會慶祝一下 中間不知有什麼波折 以我所估計 上天應該今年不會比我 那麽純美 但是最終的結局 都是可能會 正正常常 不是什麼驚喜的事情 但是正常常 中間一定會有波折 因為神也在看我們的片集 大家繼續支持 影寶 快要開工日記 內心 都 很多波瀾 很多起伏 很多廉仪 每天都在想 焗弓上去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等等 但工作還沒做 這份工作 也很感謝我 第一天的interview 應該是訓練 來的 我還未演 都當成員工 那樣教我 令我現在的腦海裡 有些程序 我大概知道 進入到去 有什麼程序 可能要做 將會要做 等等 可能是整間公司的第一個華人 第一個黃總人 也是代表一種 應該是第一個 因為我記得經理說 他還未見過我們這些名字 有三個字 這些名字 他還未見過 即是說 我是這個灘裡的第一人 這個鎮上的第一人 第一個華人 去跳出自己的華人圈子 進去英國人的圈子裡 你們的支持鼓勵可以做到 我理論上可以做到 我不是全英國的第一人 在這間大公司裡 第一個華人大公司當然不是 不過要贊入可能是 因為經理理論上很久了 他真是第一次見 應該都未請過 應該都未請過 不奇怪 因為我們近年才來 這些 也都 未必有位 還有這間公司 剛好才有位 才能放進去 還要打到很後備的感覺 得來不易 好像準備打大佬的感覺 現在是 即是你打大佬之前 要準備很多事情 每次準備都會有些挫折 接著現在差不多打大佬了 所以既興奮又緊張 又擔憂又忐忌 又忐忌 百般滲未再滲透 我相信透過影片 大家也會感覺到我的感覺 就像備戰狀態一樣 因為是一個人生的挑戰 即是未見過的挑戰 也都是像影寶的一小寶 香港人的一大寶 即是嘗試踏入一個未知的世界 而這個未知世界 你能不能夠 可以 順美歌道呢 成長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 最後 雖然不是夢有引力 都說了一點 我昨晚發了一個夢 可以留意一下新聞 我很奇怪 昨晚 夢說我變成了的士司機 駕駛的士就在後面駕駛的 不是在前面駕駛的 就不在前面駕駛的 那不理會他 九五八八了 再一個客人去了佐敦 去佐敦 那時就說 有一個老人院 火足 然後我就叫客人 你不如你自己下車 我被車攔住了 你自己下車去地站 我不知道他 火足 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會跌什麼 你快點離開 你快點離開 那在佐敦 那個 路口就停下了 不知道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留意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新聞 但是佐敦早前才起火 就是之前 不知道 但是這個夢是今天 那件事已經發生了 早前不是說 什麼佐敦那邊起火 火經 難道有禮 不知道 如果沒有發生 就當作救鴨 但是很少 這種類型 就是 又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也有 偶爾也有 但是 又有些事發生 都很清晰 記得那件事 有時候的事是沒有你頭的 什麼看見星星 那些 沒有你頭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有意思 我不肯定 始終我來到 是有少少靈性覺醒 來到英國 我都不能不否認 偶爾會有一些 魚之夢 但是也未必準 有時候會猜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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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一個 最後一個 搞笑的 或者 都不希望發生 一些夢的景象 說到這麼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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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